现在 你们谁还想动 那三个人 纷纷地蹬着他 却全都僵在原处 瑞奇又说 这样的话 我要走了 可是 躲到后面去的逝者 一定发过了求救讯号了 因为这时 又有三名男子走进店里 而那名逝者随即尖叫 一群捣蛋鬼 不折不扣的捣蛋鬼 刚进来的三个人 穿着相同的服装 那显然是一种制服 却是瑞奇从未见过的一种 他们的裤子塞进皮靴里 宽松的绿色短衫 以皮带竖紧 头上戴着一顶 古怪的半球形的帽子 看来有点滑稽 此外 每件短衫的左肩 都有九位 两个字 他们的样子 看起来像是达二人 但脸上的八字胡 却不太像 三个人的胡子 虽然又黑又密 却不让他蔓延太广 靠嘴唇的一侧 还经过了仔细的修剪 瑞奇暗自嘲笑了一番 与他自己狂野的八字胡比起来 他们缺乏一股生气 但他必须承认 他们看起来干净 清爽 三个人当中带头的那个说 我是昆布夏世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几个被打败的奇眼人连滚带爬的挣扎而起 显然状况不妙 其中的一个人仍然直不起腰 另外一个人揉着喉咙 第三个则表现得仿佛扭伤了一侧的肩膀 夏世 以炼达的目光瞪着他们 他的两名手下则堵住了门口 他又转向瑞奇 唯一似乎毫发无损的那个人 问道 你是奇眼人吗 孩子 生在这儿 长在这儿 但我在别处 住了八年 他不再用奇眼枪说话 但不免还有一点口音 至少与夏世保有的程度差不多 达尔不止奇眼一处 某些地方的人 还是十分渴望做上流人士的 瑞奇说道 你们是保安官吗 我似乎不记得你们的制服 我们不是保安官 你在奇眼 找不到多少保安官 我们是九瑞南卫队 负责维持此地的治安 我们认识这三个人 他们早就受到了警告 我们自会处置他们 你才是我们的麻烦 小子 小子 你的名字 我识别号码 瑞奇 对他们说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瑞奇也对他们说了 你在这里 干什么 我问你 你有权利质问我吗 如果你不是保安官的话 听着 你别质问我什么权利 奇眼就只有我们 我们的权利 是我们争取来的 你说你打倒了这三个人 我相信你的说法 可是 你打不倒我们 我们不准携带手冲 说到这儿 夏氏 缓缓地 抽出了一柄手冲 现在告诉我 你在这里 干什么 瑞奇 叹了一口气 即使他按照原定计划 直接前往区政厅 假使他没有停下来 让自己沉沉于起眼 与椰子双的旧日情怀 他说道 我来 是有重要公事 求见九瑞南先生的 既然 你们似乎 隶属于他的组织 什么 求见领导人 是的 夏氏 身上 还带着两把刀 为了自卫 我去见九瑞南先生时 不准备把刀 带在身上 你当然这么说 先生 我们要把你拘留起来 我们会彻底地 调查这件事 这也许 这也许 得花点时间 但我们 会查到底 可是你们 没有这个权利 你们不是合法的警 好了 去找别人抱怨吧 在此之前 你是我们的 于是 两把刀 被没收了 而瑞奇 则遭到了拘留 克里昂 已不再是 全西巷中 那位年轻 英俊的君主 或许他在 全西巷中 仍是如此 但镜子告诉他的 则是另一回事 他最近的一次寿臣 照常在盛大典礼 与仪式中欢度 却掩饰不了 四十岁 这件事实 大帝 实在找不出 年纪四十 有何不妥 他的健康状况 极佳 体重增加了一些 但没有太多 由于周期性 进行微调 他的面容 稍显光滑 细嫩 使得他看起来 或许比实际年龄 更年轻一些 他在位 已有十八年 已经是 本世纪在位 较长的皇帝 之一 而他觉得 没有任何必然的理由 可能阻止他 再做四十年的皇位 说不定 最后他会成为 帝国历史上 在位最久的皇帝 克里昂 克里昂 又照了照镜子 想到倘若 关掉第三围 自己会更好看一点 且说丹墨次尔 且说丹墨次尔 忠诚 可靠 不可或缺 令人难以忍受的 丹墨次尔 他没有任何改变 他的外表 一如往昔 据克里昂所知 他从未做过任何的微调手术 当然 话说回来 丹墨次尔对每件事都守口如瓶 而且他从未年轻过 当初他侍奉克里昂的父亲 而克里昂还是稚嫩的皇太子时 他看起来就已经不再年轻 如今 他看起来同样不年轻 那么 是不是一开始便显得老成 以免日后发生变化 会比较好呢 变化 这提醒了他 他召来丹墨次尔 却有目的 并非只是让他站在那里 陪着皇帝 陈思墨想 皇帝若是陈思墨想太久 会被丹墨次尔视为老迈的征兆 丹墨次尔 他教导 陛下 九瑞南这家伙 我已经听得烦了 启禀陛下 您根本没有必要听到他 他不过是那些扶上台面的新闻之一 过一阵子 就会自动消失 可是他 并没有消失啊 有时还真需要点时间 陈思墨次尔 陈思墨次尔 那你对他 有什么看法呢 丹墨次尔 他是个危险人物 但拥有一定的民望 正是这个民望增加了他的危险 如果你觉得他有危险 而我觉得他很烦人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不能就这么 把他下狱 或者处决 或者是 做些什么吗 穿佛的政治情势 陛下 可是相当敏感啊 总是敏感 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 某件事情不敏感的 启离陛下 我们生在敏感的时代 假如以强硬的手段对付他 因而使得危机恶化 那就一点用也没有 我不喜欢这样 或许我不够博学 当皇帝 没时间变得博学 可是无论如何 我知道帝国的历史 过去几个世纪 曾有许多这些 所谓的民望分子掌权的例子 在每个例子中 他们都把在位的皇帝 变成一个摆设 我可不希望当个摆设 丹墨次尔 难以想象您会如此 陛下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不难想象了 我正在试图采取对策 陛下 不过是谨慎 他挺身而出 是实地将他制止 的确是这样的 陛下 您是怎么听到 这个消息的 因为他是某个 令我感兴趣的教授 你怎么没把这件事 告诉我呀 把送到我面前的 每件小事都拿来烦您 这样做对吗 小事 这个采取行动的人 是哈里谢顿 那的确是他的名字 而且是个熟悉的名字 几年前 在上届十载会议中 他不是提出了一篇 引起我们注意的论文吗 是的 是的 陛下 你看 我的记性还不差 我不需要事事都依赖 我的幕僚 我曾经因为这个 谢顿的论文 还约见过他 对不对啊 您的记性 真是完美 真是完美无缺 陛下 他的构想 怎么样了 那是个算命的门道 我完美无缺的记性 想不起来 他管他叫什么了 启离陛下 心离识学 严格说来 那并不是算命的门道 而是一种理论 探讨的是 预测未来历史 一般趋势的方法 那他后来 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 一事无成 正如我当时解释的 结果证明那个构想 完全不切实际 它是个生动的构想 但是 毫无用处 但他 却能采取行动 阻止一场潜在的暴动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自己会成功 他还敢那样做吗 这不就证明那个什么 什么心理识学 在发挥功效吗 那只不过证明 哈利谢顿 是个有勇无谋的人 陛下 即使心理史学的理论实际可行 也不能针对某一个人 或者某项行动 做出预测 你不是数学家 但莫茨 他才是 我想 现在 是我再次询问他的时候了 毕竟 距离实在会议再度召开的日子 也不远了 那将 毫无用处 不 丹莫茨 我意已决 不得有误 遵命 陛下 瑞奇 坐在一间临时改建的牢房里 万分不耐烦地聆听着对方讲话 尽量不将真实情绪表现出来 这间牢房深藏在龙蛇杂楚的奇眼住宅区 他不记得穿过了多少巷道才被压到了这里 在以前的那些日子里 他能准确无误地穿梭于同样的巷道 甩掉任何追赶他的人 面前那个人 身穿着九瑞南卫队的绿色制服 他若不是传道者 便是洗脑员 否则就是某种失败的神学家 无论如何 他声称自己名叫桑德尼 这时他正用浓重的达尔口音 传述一段他熟记在心的冗长的福音 假如达尔的人民 想要享有平等 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值得 良好的规矩 文文的行为 以及得体的娱乐 都是必要的条件 外人总是指控我们具有侵略性 和携带刀鞋 因此将他们的偏侠心态合理化 我们必须谈图文雅 而且我同意你的话 你卫士 每一句都同意 可是 我必须见九瑞南先生 瑞奇插嘴说道 这名卫士 缓缓地摇了摇头 除非 你事先约好 并获得批准 否则你见不到 你听好 我的父亲 是斯翠林大学 一位重量级的教授 一位数学教授 我不认识什么教授不教授的 我记得你说过 自己是达尔人呢 我当然是 你难道 听不出我的口音吗 而你却有个老子 是个大盘大学的教授 这听来不大可能 好吧 他是我的养父 卫士听了进去 却仍然摇了摇头 你在达尔 认识任何人吗 有个 有个 瑞塔嬷嬷 他会认得我的 他认识她的时候 就已经很老了 现在他可能行将就木 或者已经去世了 果然 你以为是说道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还有谁呢 他以前认识的那些人 都不太可能敲响面前这个人的江湖脑袋 他当年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叫史木齐的少年 或者应该说 瑞塔嬷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 但即使在如今走投无路之际 瑞塔嬷也绝不会让自己说 你认识一个和我童年叫做史木齐的人吗 最后 他终于说道 有个叫做 鱼果 阿玛瑞尔的 你以为是的眼睛似乎微微的一亮 谁 鱼果 阿玛瑞尔 他也在那所大学里 为我的养父工作 他也是达尔人吗 那所大学里的每个人 都是达尔人吗 不 只有他和我是 他以前 是个热驴工 那他在那所大学 干什么 八年前 我的父亲 把他从热驴带了出来 那好吧 我去找个人 瑞奇 不得不等在那 即使他逃跑 在起眼错综复杂的巷道中 要跑到哪儿 才不会立刻被抓住呢 过了二十分钟 你以为是再度出现 带来了当初逮捕瑞奇的那位下士 瑞奇觉得生出了一线希望 至少那位下士应该有点头脑 下士说 你认识的 你认识的那个达尔人 叫什么 如果 阿玛瑞尔 下士 八年前 我父亲在达尔 遇到了那个热驴工 就把他带到斯翠林大学去了 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父亲认为 下士 如果能做出比热驴工更重要的贡献 比如说 在数学上 他 下士举起了一只手 打断了瑞奇的话 他当初 在哪个热驴工作 瑞奇想了一下 我当时还小 不过我想 是丙二 很接近了 是丙三 这么说 你认识他 下士 我不认识他本人 但这个故事 在热驴间流传很广 而我在那工作过 也许 你就是那么听来的 你可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你真的认识 如果 阿玛瑞尔呢 挺好 我来告诉你 我想怎么做 我准备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一张纸上 再写上我父亲的名字 此外 我还要写一个名词 然后随便你用什么方法 联络上九日南先生 手下的某位官员 九日南先生 明天就会到达而来 你只要把我的名字 我父亲的名字 还有那个名词 念给他听就好 如果 不起任何作用 我想 我就待在这 直到老死 可是 我不相信会有那种事 事实上 我确定 他们在三秒钟之内 就会把我弄出去 而你 会因为传递了这项讯息 获得生切的机会 如果你拒绝这样做 等到他们发现了我在这 他们一定会发现的 那时候 你的麻烦 就会向无底洞 总而言之 如果你知道 鱼果阿玛瑞尔 是一位随着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 离开的 那就说服你自己 我父亲 正是那位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 他的名字是 哈利 谢顿 夏氏的表情 明白的显示 他并非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那么 你要写的那个名词 是什么 心理视学 夏氏 夏氏 这无关紧要 你只要把它传递上去 看看 会有什么结果 夏氏 从笔记本上 撕下了一小片纸 递给了瑞奇 好吧 把它写下来 我们看看 会有什么结果 瑞奇发觉 自己正在发抖 他非常想知道 会有什么结果 那完全取决于 中士找到的是什么人 以及这个名词 带有什么样的 魔力